介绍小雪 开始测试我擦 怎么有它奇怪的味道 小雪 你不会是一条虫子吧 不可能 我擦 我上辈子居然是霸王龙 哼 我不信 这可是神奇的魔剑 介绍名字 就能测试过去和未来 真的吗 小波浪 如果有这个镜子 你们会做吗 小雪太酷了 我也要测一下 介绍小辈 开始测试我擦 是你鬼吧 我一定是美丽的人鱼高者 别臭鬼了 快把手下的擦掉吧 好吧 骑死我了 怎么是一只河豚呀 小呗 怪不得你总爱挖笔气 原来是一只气鼓不能河豚呀 臭大宝 你敢测试它自己是什么吗 这有什么 这辈子没怕过什么 写好名字了 该撤撤撤 出来了 我擦 是绿色的 大宝 不会是一颗青菜吧 这可能 我最讨厌青菜了 我擦 大宝 原来是一只乌龟呀 这个镜子一定是坏了 我不相信 大宝 你平时就喜欢挖腰头背 再这么下去 我真的要变成乌龟了 好吧 我以后一定要挺起腰本 过去测试过来 我们再来测试未来吧 测什么呢 就测 我们这次考试能考多少分吧 套折叶 我先来 写上名字 排行测试 我擦 出现了 出现了 是零 不会是零分吧 我再擦 太高了 是九十分 我羡慕你呀 我以来就做我的 开始测试 我擦 各位说也是零 我不太近 考六十分及格就够了 什么 怎么又是零啊 大宝 你不能考了大鸭蛋吧 我不信 全套要考考 是一百分 我考了一百分 是吗 大宝既然能考一百分 我也存一下我的分数吧 写上小许 测试 测试 测试也剩了 小许一定也是一百分 我擦 怎么是零分啊 我不相信 原来你们都在这儿呀 我到处找你们 我是来给你们说实践的 给你们 我真的考了九十分 我已经移走得好准啊 我真的考了一百分 我太高兴了 这不是真的 我特别会考零分的 小许姐姐 因为你出现你起名字 所以已经来是给你打零分 原来是这样 都怪我太粗心了 大宝怎么会考一百分的 就是就是 连我自己也没想到 大宝自己每天都认真完成作业 老师就给大宝打了一百分 原来是这样啊 我以后都要认真学习 啊 周里怎么有个大经纪啊 这是个能预测过去 与未来的魔镜 我们的分数 它都猜对了 真的吗 那我也要测 你要测什么呀 就测 我以后能出什么板子吧 快把你的名字写上去吧 我家熊妹 就好了 开心学习 冷擦 出来了 怎么还有草地呀 一定是大花园的豪宅 我看看我在豪宅找什么用 哈哈哈哈 熊妹 这就是你的豪宅呀 原来是个破障碰 啊 不是不是 我要重新测试 熊妹 不能重新测试 只有第一次测的才是准的呢 啊 那我不做了 我还是测一下 我能长多高吧 熊妹 你确定要看自己能长多高吗 看了以后就不能更改了 啊 九姐 小朋友们说 我到底要不要开呀 快在评论区 留言告诉我吧